在胡某宇失踪事件发生以后 少数人为博眼球 趁热度 引流牟利 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拼接炮制虚假视频 造成恶劣影响 捞乱社会秩序 例如 传播教管的胡某宇 系熊猫血问题 经检验 胡某宇是O型血 不是晚传的RH因型血 关于胡某宇尸体 双脚平行地面问题 经现场勘察 胡某宇双脚属于自然下垂 关于发现地 不是第一现场 尸体室后挂到树林中等问题 经调查访问 现场勘察 尸体检验 物证检验鉴定的工作 认定胡某宇 是自己身亡 尸体发现地 是原始第一现场 目前 公安机关以梳理掌握 网上杜撰虚假事实 制作虚假场景 炮制 虚假录音 拼接监控视频 假冒事件当事人 等五大类 共计 120余种 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的传播 不仅给当事人的家属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干扰了公安机关的 正常调查 和搜寻工作 同时 也误导了 公众的认知 向公众 传递了不良的价值观 巧说对立 引发恐慌 严重捞乱 社会秩序 公安机关 已对少数 故意编造 传播谣言的人员 依法进行了 打击处理 如 陈某贵 为博引求 引流量 假冒关注老师 拍摄威胁 加速 吃了视频 善好挽购 影响 极其恶劣 目前 检查机关 已依法对其 决定逮捕 又如 厉某郡 厉某陈父子 为西分引流 发布视频杜撰 因其 因其为胡某宇 事件发生 家人遭威胁 亲属失踪的 虚假信息 目前公安机关 已依法 对两人 做出了 行政处方 再鲁 陈某宏 为其 营销账号 吸引流量 转发 后山发现了 带血被子 胡某宇老师 被老师 杀死 这些谣言信息 目前 公安机关 已经依法 对其 做出了 行政处罚 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 造谣 传播 将承担 法律责论 请管大网民 不信谣 不传谣 不造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